清晨六点,叫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你那个年入上千万,整天夜不归宿的富豪老公 女人寻着丈夫低沉的呼唤,一路来到了大厅 你这死鬼有床不睡,睡什么沙发呢 定睛一看,丈夫的脖子里竟缠绕着一枚水管炸弹 拆弹小组很快赶到现场,疏散了所有人群 何老大也开着他的汗马筛筛来吃 何老大曾经是拆弹小组的得力干将 老蔡是他曾经的上司,多年未见,来不及许久 老上司换上了防弹背心,还说待会儿一起去喝一杯 一般在饮食区里立下这种flag的,都是兑现不了承诺的 绑匪在炸弹上留下了一封勒索信 这枚炸弹的构造似乎并不复杂 老上司胸有成竹,他找到了电源的位置,操起电钻,开始拆除 我都说不要乱立flag了 收到消息的卡姐和艾瑞克有花莽赶来 说正经的,迈阿密警方为什么这么有钱,人舍一辆汉马 何老大舍着老上司残缺的尸体不发一言 梅根知道他很伤心,可他是男主,总不能酷给观众们看吧 他淡定地向梅根介绍 被炸死的富豪叫做阿鲁,是一个哥伦比亚出口商人 富豪脖子与伤都被炸飞了,可见事故的惨烈程度 何老大推掉了所有事物,不抓到凶手是不罢休 现场有三种破坏痕迹 分别是容器的碎片,气体导致的热效应,以及爆炸的冲击波 爆炸的压力有两种形式,先是将室内的空气都推出去,形成真空效应 然后真空又会将所有推出去的东西又吸回室内 这意味着炸弹的所有零件都还留在这件房里 冲击波让老上司的婚件深深地嵌进了墙壁 门框里掐着一块蕾丝布料 你看,这像不像你用的无痕双眼皮贴 好在那封勒索型还算完好 似着是年收入几千万的富豪 绑匪居然仅仅勒索5万美金 显然勒索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 老何表面风气阴淡,实际内心早已翻墙倒海 他只要将上司的戒指还给他的妻子 可戒指是现场的证据啊 不过那又怎么样,何老大理你个鸟 富豪的体内有绿方 凶手先是用绿方迷晕他 再带上了炸弹 冲击波造成了严重内伤 导致富豪的内脏全部碎成了浓稠的胡辣汤 这是有多大的仇恨啊 自从老何离开了拆弹组 老上司和妻子都非常地想念他 妻子哽咽地说道 本来夫妻里还商量着,一起找老何吃顿饭 可惜这个愿望永远都不能实现了 炸弹已经碎成了上千个细小的零件 这是一枚灵敏的土质炸弹 凶手是个专业人士 然而他们色变了现场 唯独没有找到炸弹的启动开关 原来细小的开关 粘在了现场消防员的鞋底 这是一枚光感电池 凶手将光感电池安装在了电源的附近 老上司钻开管子的时候 光源直击电池,进而引发爆炸 这也是排爆失败的关键原因 现场的蕾丝是价值不菲的法国布料 看来凶手很有仪式感啊 杀个人还穿这么高档的衣服 勒索性用的是哥伦比亚进口的甘蔗纸 整个迈阿密的文具店都是缺货状态 唯有海关的进出口仓库还有存货 于是艾瑞克来到了海关的仓库 仓管查理接待了他 诶,这不是维加斯的麦肯警长吗 在第八季里杀了大黑的那个黑警 查理嘴里叼着牙签 他说这个富豪的生意不太干净 正在接受反走私部门的调查 帮他打理生意的女人叫做露娜 是富豪的小老婆 哦,原来富豪有两个老婆 富豪是个时间管理大师 他将两个老婆安排在了不同的城市 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 难道是两个老婆发现了这个秘密 连手弄死了这个渣男 两个妻子都一口同声 说死者热爱家庭 对自己也是照顾有加 一言不合就给他们买礼物 话说每个月几十万的零花钱 老公回不回家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两个妻子好伤感啊 警方分别提取了他们手上的生物痕迹 两个妻子都穿着高档的法国蕾丝 带着价值不菲的高档珠宝 即便站在一起也毫无眼神交流 看来他们确实互不相识 自然也没有连手弄死渣男的可能性 检测结果显示 小老婆的手上有TATP 这是烈心渣药的组成物 他认定小老婆就是他们要找的渣蛋客 然而何老大曾在拆弹组工作了这么久 几乎没有遇到过女性炸弹客 仇恨冲昏了他的头脑 将他的理智冲击得吸碎 他甚至忘了某些指甲油里 也有TATP的成分 在梅根的劝说下 老何总算是稍稍平静了下来 两个女人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他们不是警方要找的凶手 炸弹客的目的也绝非炸死一个富豪这么简单 就在此时 第二颗炸弹又出现了 这次的受害者是一个古董交易商 同样是被凶手用律法迷晕了过去 醒来就发现脖子里挂着一个水管炸弹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拆弹小组选择在黑暗中拆除炸弹 电锯穿过水管 一点一点靠近电源 老何突然发现不太对劲 他只回同僚扒开炸弹 哪有什么电源装置 这就是一颗灌满沙土的假弹罢了 他们被凶手愚弄了 危机解除 老何环顾四周 只见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男孩 处在警车前一动不动 男孩的车里有个包裹 看上去非常的迷茫 哪有人会让孩子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老何果断疏散了周围群众 他不动声色 微笑着与男孩招呼 随后打开了电子干扰器 切断了炸弹客远程引爆的可能性 男孩说 刚刚有个男人让他带着包裹留在这里 事成后 他竟然得到这辆崭新的自行车 孩子只是想要一辆自行车罢了 他没有任何的恶意 老何知道他慢慢下车 迅速离开了现场 接下来便是何老大的装逼时刻 他启动了新型机器人 机器人扫描了包裹 锁定了炸弹的电源位置 这个炸弹的构造 与前面的完全不一样 机器人已经瞄准 他以每秒钟900英尺的速度 击中了目标 包裹应声落地 机器人成功破坏了炸弹的电源 原来凶手的目标 从来不是房子里的女人 他安排孩子站在了500英尺外 正好就是拆弹组 设置障碍和指挥处的地方 凶手熟知拆弹组的工作程序 第一颗炸弹 是为了炸死何老大的老上司 第二颗假弹只是诱饵 第三颗炸弹 才是凶手的真正目的 他想炸死整个拆弹组 难以想象小小的几根线 加上300多颗的炸药 威力居然如此巨大 每个炸弹壳都会有 自己特有的标记 这个疯狂的凶手 倒是让老何怀念起了以前 在爆破组工作的日子 没有人知道他 为什么放弃自己擅长的工作 窝聚在小小的法阵壳 老何总是这么让人捉摸不透 凶手非常的小心 这些零件上没有指纹 没有皮屑 没有DNA 只有少量已经被 明令禁止的杀虫剂 梅根曾在男孩的身上 找到一根浅色长发 经过检测 这居然是一根假发 卡捷恍然大悟 高档的假发和窗帘上 也会用到法国蕾丝 原来现场的蕾丝 只是死者家的窗帘罢了 凶手用的零件 都是一些山寨品 接触的杀虫剂 也都是从一些小国家走私来的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地方既有山寨品 又有走私货 答案是美国海关的扣押仓库 两名受害商人 都是做进出口生意的 只有海关人员 才有他们的详细资料 老查在仓库的管理人员名单上 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那就是他以前的同事 查理 查理知道自己跑不掉 咱也在此等候多时 他脖子里带着水管炸弹 嘴里叼着牙签 不停夸奖老何 还输从前一般帅气 原来很多年前 查理也是拆弹组的一员 他是个非常有天赋的心人 当年老上司 严重低估了他的能力 心烦欲乱的他 在拆出一颗炸弹时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导致查理受伤严重 从此以后 戴着假发艰难求生 甚至放弃了最擅长的工作 成了一名海关 查理痛恨拆弹组的所有人 于是经过几年的沉淀 才酝酿出了这个邪恶的计划 本来他的计划都要成功了 没想到何老大饱刀未老 技高一筹 查理不甘心啊 他就是要证明自己比何老大更牛 现在他脖子里带着炸弹 是花了很多心思做的 既然跑不掉 那就不如拉着何老大 一起同归于尽 这就完了 原来何老大瞧见水管上 有个小孔 里面就是炸弹的电源装置 于是以训内部计掩耳知识 抢了他的牙签 就这么轻而易举 把炸弹给拆了 花几年时间酝酿的装置 被人家两秒钟就破解了 丢死人了 查理是个天才不假 但是心术不正 老何用实际行动证明 老上司当年没有看错人 相信他九拳之下 也能瞑目了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我常常怀疑何老大 是不是被切了感官神经 意识丝毫不慌乱 不过也多亏了他的淡定 不然这个世界上 又少了一个帅哥 值得一提的是 老何在拆弹小组那 学会的技能 今后将会贯穿整个系列 为他的人格魅力加分不少 最后为大家盘点一下 剧里的熟面孔 小男孩的扮演者 是89年出生的 塞斯艾德金斯 早在1995年 10年6岁的他 就在《泰坦尼克号》中 饰演来自斯洛伐克的 三岁小乘客 1997年 10年8岁的他 又和女型梅利尔·斯特里普合作 主演了温情电影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艾德金斯在片中 饰演患有严重癫痫的孩子 他的演技非常厉害 要知道 就连一个成年演员 演癫痫的挑战性都非常大 而他却能够轻松驾驭 不过相较于同龄孩子来说 他是不长得太小了点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